在當地時間週六4月3日傍晚 台灣空軍發布中共軍機動態 稱一架運8反潛機 在下午侵犯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台灣空軍派遣空中巡邏兵力應對 廣播距離 防空導彈追蹤監控 在同一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對台鐵大佬國號事故表達哀悼 中共中央電視台新聞APP在週六 報道 習近平以中共中央總書記身份 對4月2日台灣列車出軌 造成重大人員傷亡事故 高度關切 並向遇難同胞表示心切的哀悼 向遇難者家屬及受傷同胞表示誠摯的慰問 祝願傷者早日康復 中央社報導 台灣國防部表示 一架中共運反8反潛機 於週六進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在台灣派遣戰鬥機聲空回應後 離開了該地區 根據台灣國防部提供的圖表 這架中共軍機 飛入了台灣本島與台灣控制的 南海東沙群島之間的空間 該部補充說 為應對這一入侵 台灣空軍派遣飛機已監視中共飛機 並發布無線電警告 同時動用防空資產 直到中共軍機離開西南防空識別區為止 台灣美國在3月26日 簽署了設立海巡工作小組了解備忘錄 當日共有20架共機 侵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創國防部公布統計以來 最多架次的一次 當日轟6機 運8反潛機 更罕見地侵擾台灣東南方 針對習近平對此表達哀悼 台灣總統府發言人張純涵回應表示 有注意到對岸領導人對此事故的關注 總統蔡英文感謝國內外及對岸各界的關心 中華民國外交部則表示 由衝感感謝全球80國及國際組織超過600名政要友人 對中華民國台鐵列車意外事故表達哀悼及慰問 推特歷 推特歷 文字幕拍了